我就是演员 一绝,泪水爆发的时候,带动了现场观众的情势,石丁说自己本来是个泪点很高的人,但是看到这小孩天然的演技,一哭他就受不了了,连节目的评委都征服的女孩,当然也能征服观众,但这不是马骞一的第一次演出,他一岁就出道拍戏了,十二年的时候拍摄一夜惊喜,但是那时候明显没现在演技好, 拍戏的时候一直在闹别扭,那时候大家还觉得这小孩像马来西亚当地人,毁掉了这对荧幕情侣的绝美双人照,可见大家话不能说太满,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,因为小朋友不仅没长歪,还越来越可爱了,深夜食堂,那个特别感人的赵就停片,他在里面饰演马可的女儿,这一个单元一转的电视剧低迷的口碑, 除了因为至今比较感人以外,大多观众都被这个小童心萌化了,水淋淋的小眼睛,颜值高又长的可爱,连小巴都想冲进屏幕去揉她的小脸,这个单元有点苦情, 小女孩一开始被人贩子拐卖,但是在码头被龙甲人马可见到,和护女孩长大之后,没想到找到了亲妈,亲妈说要带她出国,最后告别的一幕戏超级感人, 小朋友的哭戏,真是一绝,泪水说来就来,也难怪后来被许臻导演相中,大家还记不记得,我不是药神,李孙慧,为什么要去跳灯馆舞? 不是因为她有白血病,是她女儿的病身不由己,仅仅七岁就能参演三十亿票房,口碑爆炸的电视剧,这是要是换成一个小花小生,早就吹上千了,这次上节目,陈凯哥也被这个舞台感动到了, 在台下还和马谦依和尹流年了,看陈导一脸慈爱,反而是小演员们都一脸冷漠,这个画面看起来真的有点滑稽, 小朋友啊,你们,倒是笑一笑啊,你身边的可是大导陈凯哥,但是导演喜欢他自然都是有原因的,演技好的小演员谁都喜欢,这次在我就是演员亮相,观众的评价就是最好的证明, 曾经观众和影视界都很扭曲,演得好不好反而没人关心,以流量为王,但是现在大家逐渐醒悟,开始会见赏演技,演技确实是需要天赋的, 一到情绪点就马上眼泪绝滴,年纪那么小哭戏就那么炉火纯青,不知道那些靠眼尿水的劣质演员,看了会不会羞愧,这个小孩子最开始,光哭戏就甩了他们一大劫。 对不起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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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